來看臺灣平均一年有三百歲起床的患者 這種病人經過治療 生活都可以進行 不過在醫療之外 還缺乏的台南亞國家 這麼多孩子是沒辦法持續治療 我們來看有一個來自一年 十三歲 十五年 在上個月 她在劉沛夫基金會上團體協助 來臺灣治療 這些孩子也總算開給笑容 這個十三歲 十五年 マリオ是一年來的 她已經有自信在担電技大 一後想想 她做起床的手術 兩次都失敗 她在水底上有一個2.5公分的床 這個床跟平均燒湯 連吃飯跟講話都有困難 在幾位的單位的協助治療 今年醫院在英武的北斗治療 來臺灣手術 總算中心地勤修養 Mario的手術對老經驗的臺灣醫師來說 也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這種手術一般只需要補一次 不過Mario需要更快兩次 第一段要先把雞填在上面的空 但兩三個星期新的肉生出來後 再把吃雞跟上面的分開 第一個禮拜我看到傷口 我嚇了一跳 因為已經有部分傷口裂開了 所以分割的時間 從兩禮拜延長到三個禮拜 希望有更多的血管 能夠支援到剩下好的蛇瓣 說老實話 我過去三十多年來 我從來沒有碰過這種併發症 臺灣平均每一年有三百起床的還價 醫師表示 黃金治療的時間 是在多少進場 要不會學講話的時候 這樣接下來才會有順利的議員發展 先像Mario目前講話 要是有平衡漏風 加日發音無標準的情形 所以也當在討論面子 要讓Mario做議員的治療 記者 從哈佛特